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咱们现在呢,很多就是 这个在 这个番茄种植的过程中,这个温度啊 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蜘蛛这个长势啊 就穿得非常非常的快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 需要去空旺了 首先呢,我们先去看自己 种植这个番茄啊 基本上每一岁与每一岁 这个距离啊,您最好呢,维持在 这个二十公分,你看啊 这个呢,是一串 然后这个呢,是二岁 再往上呢,这个是三岁 果,我们基本上 都要让它维持在二十公分 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是比较标准的,如果 说大于呢,这个距离都达到三十公分 甚至三十五公分呢,这个呢 就是做果的这个结尖呢,已经有点高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去给它进行空旺了 那么一般呢,我们可以去 去选用这个吸消座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甲派翁 当然了,这个甲派翁 就是说,空旺的这个效果啊 它来的慢一点啊,您要想 这个空旺的这个效果呢 比较快,您就可以采用这个 吸消座了啊 当然了,很多朋友咨询啊,就是说在 喷派这个空旺的时候 能不能够,就是说,去加入这个 赤梅酸呢啊 因为赤梅酸,大家知道 它这个属于一种细胞分裂素 那么,建议啊,咱们朋友们在喷派 这个空旺季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加这个 赤梅酸啊 因为赤梅酸呢,它属于是 促使细胞啊 拉伸,而这个 癌庄素,或者是吸消座 它呢,首先属于是 一致植株生长啊 让咱们这个静梗呢,就是 增粗,所以说呢,最好不要 去进行这个混运 在使用这个空旺季的时候呢 您可以去 混运一点这个 一般建议,一通水的量呢 就是加到50克到60克啊 这样的一个量,就 既能够起到一个壮央 第二个呢,又可以去到一个 这个空旺的一个效果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